探索活动 密闭容器中的气体压力 将针筒拉开到刻度8的位置 将注射针筒的前端用手指紧压 接着慢慢用力推动活塞 使针筒内气体的体积逐渐变小 在过程中,手指感受到针筒的作用力逐渐变大 手指放开活塞 针筒内气体的体积变大 活塞会自动往外滑动 约可回复到最初的位置 当手指往内推动活塞 筒内气体的体积变小 气体粒子分布更为密集 粒子碰撞气壁的机会增加 同类的气体压力随之增加 这就是密闭气体的体积变小 而压力随之变大的原因 因此,手指才会感受到一股 越来越大的反向作用力 当手指放开活塞时 此时针筒内的气体压力 大于针筒外的大气压 这就是活塞会自动往外滑动的原因 当针筒内气体的体积变大 气体粒子碰撞气壁的机会减少 筒内气体压力随之减少 直到与外界大气压力一样 达到平衡为止